好 今天呢 我非常開心以來的一對夫婦他們在去年的8月8號正式公正結婚 但是呢 他們其實算是我們的老前輩 對 老前輩 因為他們交往已經12年 他們交往是我們的三倍數 對 歡迎講成今天大佛哥哥 YES 在一起那麼久回你嗎 對啊 不會耶 他真的現在 洗完澡出來然後圍著浴淨 我還覺得 好可憐 可是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我想替我自己問 就其實我們家交往4年了 對你們來講就是很 就是沒什麼那種 就是前輩 但是其實我們交往這4年 我們大概真正結合次數不到5次 其實是會相對減少吧 但是因為畢竟我們年紀人越大了 不是年紀才27歲而已 然後從年紀才越大 可是那樣子比我小耶 好像那樣子 因為你的時間跟工作的關係 你的時間會越來越少 對 所以你可能會越來越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雖然這件事可能你只需要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當然你會有更多的事情想要去做 那這件事可能就會越來越來越 他就不會變得主要行程 會變得吃藥行程 跟大家聊一下 他就會說你們倆是怎麼在一起的 你們有告白這個過程嗎 就是他就問他說 我們現在什麼關係 然後他就說我們來朋友 我就是你有時期看的文章 你看我已經放鬆 你沒看過啊 現在靠腰 哈哈哈哈 不能這樣 那他怎麼回答 你回答就好 好 不行再一次 所以你們有經歷過告白這個階段嗎 有嗎 其實還是有 這浪漫的過程 不算 算浪漫吧 很算 我覺得很浪漫 我覺得不浪漫 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告白 這個是你跟他告白 算是吧 嗯 所以他不滿意啊 那你被人家說 我怎麼跟他告白了嗎 他在吉士東上面問我說 應該要看他的秘密話語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時候 已經很暧昧很暧昧 就是差確認很難得 欸那如果他不跟你告白 你會跟他告白嗎 不會啊 你就要被動的等我嗎 不會 不會等我嗎 哈哈哈哈 走過那一題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跟他告白 我也不會跟你告白 所以你告白 可能就我有現在的他 對可能就不會了 蛤那你那時候做了一個很棒的 對 你要不要回十二年前 感謝一下你自己 那時候真的你 嗯應該要真的 我一定要好好感謝我自己 然後真的商量 媽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阻斷點 那你們就不會太緊了 哈哈哈哈 好所以那個時候你是學弟 你們有彼此 在對方心目中 因為我當年有看他不訓練過 可是有那幾刻 你有可能覺得對方就是 哇 偶像派的存在 或什麼 因為以前都會覺得學長很帥 對 對 我看到他的第一名我就覺得 我真的喜歡超帥 因為他上公車座 他就是這樣做 然後沈默寡言的 我最喜歡這種蠻酷的 他只是不在講話 對結果他只是不在講話而已 他不會主動被你探探或什麼 在車上有什麼 不會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他就是坐在公車上發呆 所以交往後他也是畫這麼少嗎 沒有 交往後他髮質有比較多 但是十句話我發覺他是髒話 然後你解放了他那個開關 沒有他現在還是畫很少 面對陌生人 或者是不熟的狀態的時候 他會畫很少 所以我如何判斌他跟我們熟 就是我幫他對我媽掌話 對 他如果對你媽掌話他對你們熟 他怎麼辦到我會很帥 但是 你們怎麼調情啊 我說 我說不是 性方面 是你們日常的一些情趣 因為你說他超級不浪漫 可是你很浪漫 我最浪漫的是 我送了你那一隻手機 夠浪漫吧 金融牌是我附來的休息嗎 什麼也拿到金融牌 然後把手機都送給他 我送給他 就是他今年生日的時候 我送了他一隻iPhone 你說三萬塊那一支影片那一支嗎 沒有 不是不是沒有 他今年生日 四個月還沒拍了 對那時候還沒拍 我今年送他一支iPhone 然後我還把那支盒子打開 然後放一支救手機進去 我現在給他一個驚喜 打開的是救手機 他在失望之際 我再拿出一支新的給他 我覺得那很浪漫啊 那個就是我伏地姐打外交那種 那下個月收到賺錢的時候 他就 他就 想說我哪時候買這個東西啊 對 他拿著手機之後他就說 是我的卡裝的嗎 我就跟著 對 所以 大部分有曾經回家過後 然後就是看到你準備的心意 然後就是拒絕 接收的時候嗎 因為就累到已經想要自己的空間 不會從來沒有 完全沒有 對他回來的時候 他如果真的很累 然後我沒有給他太要的那一種 就是他有裝可愛什麼的 他就會很不高興 他不是自帶可愛嗎 你是裝出來的 他真的要我就是 他要自己做 我嚇到我也累 對 我沒有辦法 他一會來我就給他這個 他就會過來 然後拉著尾音 就說 可是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很深入的問題 就是我們看影片會發現說 其實你們背負了很重的經濟壓力 為了買房子這件事 那買房子之後 一樣還是很重的經濟壓力 他因為又有房貸 那我想問你 因為你經常加班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曾幾何時 這12年回到家裡之後 哪怕這樣一點點時間 你有沒有後悔過 覺得好累喔 當然有啊 人都會想要過輕鬆的日子嗎 如果今天沒有買房沒有房貸的話 我們自己用這些薪水 其實我們也過得很好 對 可是因為家裡的環境 還是需要我們這麼做 後來是 我們就一起住 就是我們兩個 然後再加上我們家人一起住 但是你後來發現 他有點就是 累了 或泄氣了之後 你怎麼讓他再把那個 頭給攔起來 其實不用攔起來 因為他 我覺得他很堅強 他也很獨立 他會泄氣 他會心灰 可是消沉之後 你還是得正確 我記得你不是這樣 我消沉之後是不是很爛 不是啊 明明就燒我八糟 然後叫我不要 怎麼這樣飛舞 這個簡訊 因為150萬頭期款對不對 差不多 後來房間一個月要平均 要多少 大概兩萬 因為我家人本來是租房子 所以他們 住我這邊的話 他們就不用租 所以其實總口價的話 買房子比較划算 你要點結婚這件事情好了 所以你沒有結婚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婚姻平均這件事 我們一直在追蹤 像2012年那一次的音樂會 我們大概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追蹤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討論 如果真的過了 那是不是要結婚 然後一直走走走 走到2019年才過 那過的時候 我們就5月24號過 然後我想說 好像真的應該要做這件事了 我們就找到8月8號那一天 我覺得是一個有意義的日子 因為是父親節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有小孩 那如果我們沒有小孩的話 那8月8號對我來說 也會是一個有意義的一天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小孩了 那這一天就會更有意義 總之後來你們就順利結婚了 對 但你現在的遺憾就是你沒有求婚跟婚姻這件事情 對 因為你的婚姻要迪士尼歌舞秀 分享一下你的幻想是什麼 我婚姻要旋轉舞台 然後我要上20號禮服 你是不是陪我手下 我20號禮服 我不用 你可以接受迪士尼歌舞秀那一天 但不行啊 因為迪士尼歌舞秀是他要唱的 那你要叫我嗎 但不要 我跟妳講為了滿足我的夢想 我來唱 你站在那邊哭就好 不要 為什麼要哭 你們會有想到小孩嗎 對 雖然你們現在手上已經很多個小孩 已經有三隻狗 五隻 兩隻貓 對 因為像我們家一隻貓已經會爆炸了 因為我們那一天 因為我們在南部嘛 然後他有一些乾爹乾貓 我就幫他會幫我們餵一個貓這樣子 然後他一進去發一些那個自動餵食器 整個是抱在地板 解體 然後自動餵食器就是拆開解體 然後他的活水機整個壞掉 不是不覺得這樣的貓很可愛 我很想把他從我樓丟出去 但我可能眼睛真大 因為我們家裡有一隻貓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他就是可以摧毀家裡的一切 然後他非常的不喜歡他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好有個性 我好喜歡喔 就跟你一樣 你會處理一切是沒有 喔 很像我 小孩的計畫 其實我覺得這種事情 目前我會想要 但是目前為止並不適合 因為一方面是錢的問題 還有時間跟空間的問題 當然我們都會很想要小孩 尤其是當我哥 超級想要小孩 你愛小孩嗎 他每次經過百貨公司那個童妝店 他看到那個衣服 他就說 你看這個小襯衫 他是喜歡衣服 他真的想要 讓他回答 他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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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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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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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喜歡 認真喜歡小孩 他不可能會回來說 我喜歡小衣服 請問他 那他怎麼辦 他扮得多小衣服 他扮得多小衣服 你們現在有慢慢的打到你們親中對家的樣貌的樣子 對家的樣貌的樣子 目前為止對我來說是差不多的 我對家的想像大概就是 我們兩個的生活 早上起來一起吃早餐 就一起吃早餐 希望 對 理想是這樣 早上起來一起吃早餐 一起上班 回來煮菜 然後 我就打電動 追劇 然後他就打掃 大概是這樣 對家我剛剛聽到 我就回家打電動 然後他就打掃 對阿 這是他們家的固定的行程 沒關係阿 我也去回家打電動他就打掃 所以現在有達到我理想的目標阿 就是我家的樣子就是 我想像的這樣 那我們天天苦楚 不是應該一起做嗎 為什麼要一起做 這樣才有家的感覺阿 那要幹嘛 那我也要問你幹嘛 誰在賣到 誰在賣到 好 好 問題每個就是 因為下一個兵器已經度過12年 12年 哇 在10年他們就交往 22年 也可以說結婚十年 那你如果那個時候再對 未來的他 所以一段話或什麼 鼓勵祝福 你們會跟他說什麼 我想先聽大德說 對 你有別勤勞一點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最好保養這張面 一樣長這麼可愛 我還是愛你 Juie 是女帶無威脅的情緒勒索的 沒有 沒有 在我看來他就是一種 他覺得說 另一半只要靠我也是不夠刻意 如果你沒有那個點蛋的話 你最好就勤勞一點 好 問題 好 你說十年後 對 你對我還是一樣好嗎 你還是一樣照顧我嗎 你還是一樣賺錢給我花嗎 我會 像我們剛剛那時候一樣愛你 你們要格封親吻還是要直接親吻啊 你們會很常接吻嗎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不太會 沒有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很愛那種 在別人面前親吻的 對 我在路上我不能牽他的手 有一次我們在夜市 然後他 你手是會擺動嗎 然後我手就伸過去 然後他一碰到我說 然後他就 如果是在50時代 我都會給我 九頭胖死 我覺得他們其實 剛剛在那邊聊 他們其實這十二年來 今天我看到他們自己 他們是一個他們自己的 相處模式 對 雖然在我們旁邊看 我覺得大部分很可憐 但是 就是 他在那裡一直感受啦 他們有找到彼此要的模式 他就是喜歡他這樣子 他就是喜歡他這樣子 他們其實反而 大家看起來可能 各取所需 就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欸怎麼這樣會不會很過分啊 或怎樣怎樣 會不會大部分 不會啊 因為他們十二年來 他們總不會讓他們自己知道 對 他每天都要賣可愛給他 然後他就是用他的勞力 去賣他的可愛 我真的覺得我這個評語非常好 耶 真的 技術這麼好下去 然後可以把你們這種 便宜的能量傳給更多人 今天這支影片 然後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付出照 又是喜歡Facebook還有IG喔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 假設林 跟道友哥 欸你頻道名字真的很難背 永遠背不起來 家庭路人家 就是路人家道哥哥啊 對 完全不一樣 他是家庭路人家道哥哥 然後家庭也是英文 然後又是路人家 我當然在家庭也是英文 他就是中文是不是 然後記得要訂閱我們 反正訂閱我們不用錢 對 訂閱我們不用錢 好 那我們五個小時撞到這一個月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